缺錢花用居然是動起了歪腦筋 新北市淡水一名男子 他拿出了1000元要買彩券 結果趁老闆不注意時 抓了整本的彩券就跑 附近店家跟民眾發現之後 立刻衝上前 將人壓制 報警處理 週末傍晚淡水老街人潮不少 一名男子靠近攤位買彩券 沒想到下一秒他直接開溜 因為他竟然大街上 公然搶走一整本彩券 然後跑 到那裡停下來 越多人圍著他的時候 他才放棄好的年 家務店員工目睹這瞬間 先不管客人大排長龍 一伙人衝上前 火速將男子壓制 報警處理 我跟他們1000塊 然後你拿多少 被逮了還狡辯 聲稱自己有給錢 只是證據就擺在眼前 事件發生在新北淡水 16號傍晚6點多 男子缺錢花用 動了歪腦筋到彩券攤商 一開始拿出千元鈔 假裝要購買 只是給了錢後 他竟然直接搶走 整整一本 老闆口語有障礙 只能發出微弱求救聲 附近店家發現 建議勇為 一勇而上 將嫌犯團團圍住 假借購買 英雅人士販賣之彩券 趁被害人不被 搶走整本彩券逃逸 熱心民眾見狀 立即上前攔阻 但現嫌犯 過去就有搶奪 切到錢科 這次缺錢再度犯案 原本想用摸來的彩券 釋手器 這是好運還沒到 先觸法被送辦 記得盼文玉虎也輪行 被報道 發生了 結果 都會有 然後再次延遣